20女生 我们今天开场聊一个 做家务的话题 想问一下24位女生 你们家里边 做家务这件事情 是爸爸做得多一点 还是妈妈做得多一点 来 妈妈做得多的 举手我看 哎呦 三分之二 为什么我们会聊这个话题呢 前不久有一个新闻里边看到的 说两口子离婚 就是这个太太 全职太太在离婚的时候 她就提出 要公司 要补偿 然后就成了一个话题 首先该不该有这种家务补偿 第二 如果要补偿 怎么算 来 我先问一下 听听大家的意见 你们觉得合理不合理 13号 我觉得特别合理 因为结婚以后 婚姻和这个事业 是七头并进的应该 男方的这个全部收入 应该有女方的一半 所以我觉得赔偿很正常 这是一种观点 贾明玉 我是觉得全职太太 她也算一个工作 因为在结婚之后 男方可能会说 亲爱的 不然你就留在家里面 负责把后方给我们安顿好 那这个也算是一种工作 我觉得如果算是工作的话 那就应该给支付相应的报酬 我是这样觉得的 好 有没有不同看法的 孙雪 我曾经做过两年的全职太太 就是所有的 你离婚的时候 有提出过家务补偿这个事吗 并没有 我也没有提出过 我觉得我离婚可能就是 也不能全都怪人家 也有我的问题 就是我没有要求到我的丈夫 在家庭中负责到某一个点 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 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 我自己的看法是 作为当今社会的年轻的女性 做全职太太或者不做 都应该是自己的主动选择 而不应该成为被迫选择 就是说我的能力 是可以在社会上求职的 只是我结婚以后 做了我主动愿意 承担的全职太太 而不是说我没法养活自己 我没办法 我必须嫁个男人 那别人养我了 我就当全职太太 这个我认为不是 今天女性应该选择的 好吧 来 开始今天的节目 有请1号男嘉宾 宇郎贡 龙马奔腾 下面有请本期第一位男嘉宾 醋盆香 爱恒远 吃好醋 选恒顺 3位老师好 然后台上的24位女嘉宾 大家好 我叫房存宝 来自山东 本嘉宾由更懂你的世纪家园网推荐 姓房 叫房存宝 对 这名字看上去就是个过日子的 房子存下来就是宝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镇蛋糕好吃不上火 爱之请回答 您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的女朋友 可以替我去看北京2022的冬奥会 为什么要帮你去看事 是因为是这个样子 我首先特别热爱冬奥项目 其次我是在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 组委会在实习 在举办的时候 我们是在工作岗位上的 我们是不能去现场看的 因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是保障这次国际赛事的顺利运行 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另一半 可以替我去看 7号 大家好 你好 我叫林晨婷 今年25岁 来自山东危海 然后我也是非常有一个愿望 是希望去看冬奥会 因为我非常喜欢滑雪 但是我只会双板 不会单板 我也是滑双板的 我们有时间可以一起去滑雪 对 可以 吴贝贝 来 冰你好 你好 我了解了一下 这个冬奥会是2月4号是吧 刚好我放寒假了 对 可以 都是陪你去 当然 如果这个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来支持一下我们的冬奥会 免票吗 那个是不可以的 4号 大家好 我是4号女生夏文倩 我今年24岁 来自青岛 就是因为我对于运动项目 不是特别地了解 我想知道这个滑雪呀 这里的项目是带有危险性 然后是属于那种极限运动吗 如果说是雪上项目 比如说是高山滑雪 这种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这个样子的 那您对于这些有危险性的项目 比较感兴趣吗 我可能就是直可远观 就可能滑雪我只滑那种中级 或者低级的赛道 那种高级的赛道 我可能还不太行 好 谢谢 我稍微给你普及一下 职业项目的滑雪 危险性不是有一定 是相当危险 有一个著名的赛车运动员 舒马赫一摔 醒过来没有 醒过来了 那个东西真的还挺危险的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对方约会迟到一小时以上 就是一个小时还可以忍是吧 对 一小时还可以忍 是这个样子 我非常理解 因为女生出门约会 可能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然后穿衣服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纠结 但是如果就是可以稍微 就是提前一点点 或者说准时一点点 会很开心 11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那个我是一个 经常会迟到的人 然后我之前的男朋友 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比如说我跟他说 我们6点见面 他可能7点才会到 可以 可以 我学习了 我学习了 就是你让你男朋友 自动放宽一小时 对 他自己放慢一小时 那你会不会8点才去 然后下次他9点才来 高静 我之前就是有等过一个男生 两个小时 他出门出去玩的时候 比我还要精致 还要贴面膜 画眼线 到时候我们几个人都崩溃了 你跟这个在一起多长时间 一个月 我完全忍受不了他 我觉得吧 这个事情不是个什么大事 也跟什么道德品质 不能上升到这个高度 最多算个人素质 但是呢 我觉得有几个事情 第一 迟到的这个时间呢 幅度不宜过大 对吧 对啊 还有一个好习惯是什么呢 约6点钟 你要真的是6点钟不等到的时候呢 跟人说一声 表示个小小的歉意 也让人说服点 最糟糕是什么呢 觉得是该的 我就是女人 我就该迟到 你就该等 你等多久都是该的 这个就不好了 我想问一下 你的前女友迟到多长时间一班 一到两个小时吧 然后我就当时在上学 在她宿舍楼下等 然后可能就很多男同学 接走女朋友一波一波一波 然后我就在那儿 等等等等等 在寝室楼下等可不一样了 那么多男朋友等 一个一个接走 进出都要问一句的 你在等那谁 还没下来呢 他等到最后 那女生就赢了 对对对 是这个样子的 对 陈老师说的 是非常对 他有一点这种心情 你也得看疯到谁 要碰到像我这种人 我很有可能 在等的过程当中 如果看到其他一个妹子的话 我说吃饭了吗 没吃咱俩去吃吧 赶个二场啊 吃完了回来 还没下来 你还来不来 我还可以吃个二场 来看第一条片子 好奇心 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动力 对未知 渴望和探索 鞭策着人们不断地学习 浪费时间 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 上了大学以后 我就一直很忙碌 既有大的方向 也有小的目标 对世界充满好奇 对生活充满热情 这就是我 我是防存宝 我认为机会稍纵即逝 比起我在想想 我永远都会说 我可以 谁能去拍个片子 我可以 来做多快实习生吧 我可以 来为学校创造未来吧 我可以 每年高考放榜前 紧张的不只是考生和父母 我们招生组也同样的期待 你好 这里是北大招生班 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吗 校园歌手比赛了解一下 硬核专 这半夜名师太懂 食堂汇聚五湖四海的特色小吃 对待每一位考生 如同志友一般 真心对每一位考生负责 我是一个 以时间换天赋的人 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 验证了多种有效的学习方法 用红色的笔 画出不贵的知识点 用蓝色的笔 画出已经掌握的知识点 带着问题去听课 事半功倍 如果你的学习不够专注 你可以给自己定一个 25分钟的番茄冲 然后休息5分钟 这样可以保证学习效率 背单词时 使用爱宾浩斯一般曲线 来进行单词的记忆 做完一天的学习 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睡眠 因为我们的记忆 是在睡眠中生长的 只要掌握正确科学的学习方法 应该都会有不错的结果 多读书 多思考 这样才可以探索生活的无限可能 24号 男嘉宾就是我看你说 有个25分钟的一个番茄状 一个休息时间 那么如果是我订了这个闹钟的话 我可能就是去躺着玩手机 然后就起不来了 然后我想问一下的话 你是不是平常做事情 也是没有拖延症 是一个比较果断的人 对对对 我做事情是绝对不拖延的 因为就是那个闹钟那个 我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高中冬天比较冷 然后要起来的也会比较早 可能就是5点多起来 就要去早自习了 我我也起不来啊 那闹钟一想怎么办 咔 捶自己胸口一下 然后就把自己这个叫醒 寝室里四个人员泰山 早上一小多了 四只大星星 毛月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学习方法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自己也在备考嘛 然后就是 我也试用了那个 番茄装的方法 但是呢 就是我虽然把手机锁机 我在那做题的时候 大脑感觉就在天马行空的响 就是走神 我想知道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呢 提高我的学习效率 个人的调整方法 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下 不知道对不对啊 首先如果今天我的状态 真的是特别的差 我会先去小睡一会儿 小睡个十五分钟 然后再回来学习这个知识点 或者说是我先去学一下 别的知识 进行一个穿插的学习 先把这块知识呢 先放一放 其次就是让自己静心一分钟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这个样子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她都学成一种大神了 她那个时候睡十五分钟 我一听太挥洒自如了 我要是稍好闹针 我睡十五分钟醒过来 七个小时 一般都是对的 二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看第一次就是您问的问题是 不能接受超过一个小时的等待 但是对于你在短片里 你说的是你用时间来拼天赋 你不觉得在于等女朋友的过程中 也是一种浪费时间吗 对啊 你的天赋都在等待女朋友当中 给消耗掉了 那本来可以比现在更厉害的 你以为她等了一个小时 没背吗 对 她都背单词吗 她站在楼下咔咔咔咔一顿背 艾名号是睡了十五分钟醒过来 再继续背 就 她等女朋友背了几万个单词了对 对 你好好回应人家二号 对 特别好 对 谢谢二号嘉宾 我觉得真的特别理解我 我当时会有 其实我不是理解你 人家是提出了一个疑问 16号 你好 女嘉宾 你好 就刚刚VCI看你说在做招生是吗 对的 我之前的时候也有就是说 有人让我去做这个 但是我尝试了一下放弃了 因为我感觉招生很难 对 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做招生做得还行吗 她的意思是分享一点 招生当中一些事 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是这个样子 我们学校肯定是想把那些优秀的学子 都招进我们的学校 那我们肯定第一点 我们通过自己的专业实力 我们学校的专业实力也是非常不错的 其次我们会有我们各种的文体活动 让学生得志提美全面发展 然后最后一点可能就是 还是需要这个去内卷招人 内卷 冯克强 男嘉宾好厉害 我终于见到了我爸爸妈妈说的别人家的小孩 没有没有 他们说学习好的人都很爱学习 你是爱上了学习吗 还是本身就 对 我觉得爱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爱学习 因为我觉得在学习中可以成长自己 可以非常的快乐 听着听着吧 二号听得火大了 爱学习还有功夫在人楼下 等一个多小时 看下一条 同学你好 这次你考试考得怎么样呢 要是恋爱像考试这么简单就好了 我们彼此认识是因为他借我的作业 在他看来 吃饭是一件可以促进感情的事情 而我也在吃的过程中尝尽了酸甜苦辣 当时我正在努力实现经济独立 他为了体谅和照顾我 会多点一些菜 然后说他吃不完 好让我能够多吃一点 我会愿意为了喜欢的人 去做他喜欢的事情 他比较喜欢吃火锅 而我不怎么能吃辣 如果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情呢 我们都会一起去吃火锅 我比较喜欢看足球比赛 他呢可能不是特别喜欢 要是我犯了错误 让他不高兴的话 他会让我吃十串油茄子 看着我长胖 他会很开心 还好我有山楂树下 多吃不怕 有一次我在他的手机里看到很多条录音 发现里面全是我们平时在一起的时刻 他告诉我说 不开心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 心情会好很多 这让我觉得是很感动的 后来因为学业各奔东西 我也努力尝试过各种方式 在线一起看电影 一起听音乐 虽然能够听到彼此的声音 但谁也无法明确下一次见面的时间 再多的努力 也架不住没有盼头的日子 于是我们分手了 我觉得异地恋 如果两个人有一个时间的节点 说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异地 那我觉得这个异地恋是可以维持下去的 那祝你早日早到你的爱情 谢谢 刘畅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通过你的VCR呢 我也觉得你跟你的前女友 应该两个人就没有什么大矛盾 是很幸福的 所以我想问 如果在她可以回来的前提下 你俩还有复合的可能性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两个人就是分开了 可能破镜难以重圆 毕竟可能复合也会有一些这种裂痕存在 再说也不会有那么巧的机会在碰面 是这个样子 19号 男嘉宾 我好奇一件事 就是你 就反不反感女生特别黏人 因为我是接受不了异地 就是我要喜欢你 我就得无时无刻跟你在一块 你去哪儿我都得跟着 可能你去卫生间 我都得开着门 蹲着跟你聊天那种 我是属于这种 这么黏人吗 特别黏人 然后你不回我就会一直给你打电话 问你宝干嘛呢 怎么不理我呢 你是每一段感情都这么黏 还是某一段 我每段感情都这样 我每段感情都是深爱 至爱 每一段都是 那一般都能持续多久呢 对方能坚持多久 我挺能挽留的 反正 我挺能挽留的 反正 对方要走 我就抱着对方大腿 让他别走 他说他挺能挽留的 对方要走 他会拖着 我都画面里边就说 拖着走 因为我觉得女生 连男生的话 是对男生一个爱意的表达 如果你不喜欢他 也不会去在意他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 就不会觉得烦吗 我觉得还好 像这个你要跟他在一块 他应该不会让你等一个多小时 他要到楼底下了跟你说 宝儿 我来了 你会不会马上下楼了就 会啊 我会这样 我宝儿 你待着吧 你太累了 我去找你 我心疼你宝儿 感受一下女朋友 在你寝室楼下等的感觉 来 最后留灯的是19号 有问题吗 女生就是想看你手机 你可以让她看吗 她想删哪个女生 就可以删掉吗 就如果说是有这种工作上的往来 比如说我的这个活动 就你朋友好看的也要删掉 就一切女生都不能来往 朋友也是 我谈恋爱反正我是这样 我可以删掉一切男的 他的那个什么老板 万一是女的呢 工作伙伴可以是吧 但是你也不能聊太多 就是工作之外的女性生活中的这种友情 要比较有界限 我再提醒一下 想清楚啊不要糊弄人 不能先答应了回头反悔 能答应就好告诉他 行 手机给你全删掉 做不到就跟人说宝我做不到 对 我觉得是要有一个这个合理的度 如果全删的话可能做不太到这个样子 我想问一下本来人 19号对你好像兴趣挺大的 因为你回答之后人把灯灭了 你觉得遗憾吗 会有 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 就全删掉的话 确实有可能不太能接受 我确实是这样子 2号非常执着地在举手 2号 你好 我想解释一下 为什么第一个灭灯 我理解你是北大的研究生 我希望你是一个学霸 学霸很好 学习好很好 但是你可以在生活中多一点 情调可能对你未来以后的 这种找女朋友的方式会更好 也希望你以后能幸福 谢谢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觉得这次参加《非诚勿扰》 可能是自己在生活方面介绍的比较少 所以可能导致了自己遗憾离场 我觉得我的生活过程中 还是比较放松 比较随和 能和大家打成一片玩着来的那种感觉 感谢观看